新闻大小评就餐 我来评 说疫情之下 餐饮业本来就很难做了 要是遇到吃霸王餐的 那就更添堵了 说近日河南南洋的曹先生 就遇到了吃霸王餐的顾客 店主曹先生发视频称 说一女子在自己的店里边吃粉 说吃出了头发 要求免单 服务员就给女子免了单 等女子走后 这个曹先生就越想越不对劲 说当时店里边只有两名男员工 男员工他都是短头发 这女子碗里的头发 它是长头发 就感觉有些怀疑 就掉出了监控 发现这一幕 女子把自己的头发 拔了放在了碗里边 妹子 说你点啥好呢 一碗粉15元钱 真不至于是这样做 对不对 你到了我这个年龄 你就真觉得这个头发 比钱更重要了 但是你要是真是遇到点啥难事 你就直接说呗 谁都不差这一碗粉 是不是 咱们再来说一个就餐的事 说近日呢 这男性的张女士呢 在一家饭店呢 就餐的时候 就发现 端上来的这个螃蟹钱 比自己现捞的时候 那个钱子小了许多 于是呢 他掉监控 他就看了一下 我捞的是两个 有大蟹钱的螃蟹 然后上来的时候 发现变成了三只大一点的 稍大一点的蟹钱 和一个非常小的蟹钱 然后我就问服务员 是不是弄错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说 我们这儿都是有 全程有监控的 只是一直是不承认 最后还是我跟了去 然后掉监控 他们说的是 看那个质量有问题 就什么什么给你换来 就是看我录像视频 然后提出了免单 你看 对此呢 就是餐饮店表示了 说这个偷换的说法啊 不实 真是啥呢 是这个厨师啊 宰杀螃蟹的过程当中 就发现这个蟹钱呢 有损伤 经过修剪翻炒之后 有缩水的情况啊 未与潜艇沟通 导致店方与顾客间 就产生了误会 哎呀 螃蟹缩水 连壳都能缩吗 恕我孤陋寡闻了啊 目前呢 当地市场相关局 已经到店调查了 咱们坐等调查结果啊 咱们坐等调查结果啊